许多善信经常去寺庙礼佛敬香,或在自家的佛堂念经,当人们占礼佛像时,他总能生起心中无限的欢喜心,他们的心总是能安静片刻,恭敬心是必不可少的,一分恭敬一分利益,十分恭敬十分利益,敬供佛像最重要的是要有恭敬心,不仅是对佛像本身的恭敬,更是对我们心底的三宝的恭敬。 这样我们才能在生活中把众生都当作佛一样恭敬,这是我们拜佛的基本心理准备,不要随便,甚至不敬,当我们每天去拜佛的时候,也会面对这个选择,当我们选择供品时。 必须注意,有些供品不应该供奉给佛陀、菩提佛学,在家里供奉菩萨,这些东西不能供佛,是对菩萨的不敬。 传承国学精华,启迪智慧人生,欢迎订阅国学天地。 荤星不宜供佛,在佛教的广袤宇宙中,对于荤星的理解远超过了字面上的肉食,通常,人们可能将荤星简单地等同于肉食。 然而,在佛学的深奥理论中,这种理解却显得稍显狭隘,所谓荤,在佛教中刻指大蒜、小蒜、星渠、雌葱,落葱这五种气味浓烈的植物,而星则是指肉类及其产物。 如淡和奶,佛教徒之所以远离荤星,并非因为食物本身有何过错,而是因为人类食用五谷杂粮,身体难免受到其影响。 在佛教的视角中,食用这些食物会对修行产生不利影响,例如,大蒜等荤食会让人的气息变得粗浊,对于冥想和禅修来说,这是一个不小的障碍。 而肉类食物则会阻碍人们对众生平等的感知,难以培养出真正的慈悲心。 在供佛的时候,如果我们用荤星作为供品,虽然我们的初衷可能是虔诚的,但实际上却与佛理背道而驰,这样的供品。 即使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富,也是无功的,因为我们连最基本的佛理都误解了,又如何能够表达出对佛祖的真正崇敬呢? 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可以看到,许多信众在供佛时都会选择水果、鲜花等清净的供品,以此来表达对佛的虔诚和对佛理的尊重。 例如,小张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,他在供佛时总是选择新鲜的水果和香花。 他认为,这样不仅能净化心灵,也能更好地与佛沟通。 通过这样的实践,小张在佛学修行的道路上不断前进,他的内心也变得更加平和与慈悲。 赃物不可供佛,在佛教的清净世界里,供奉三宝应当是清净无染的。 赃物,这个字眼在佛学中,不仅仅指的是物质上的不敬,更是心灵上的一种污染。 偷盗的行为本身就是造业,他违背了佛教的基本戒律,极不偷盗,用赃物供奉佛祖,无异于对三宝的最大不敬,这种行为在佛学中是不可取的。 在佛学中,供养的本质并不在于供品的价值大小,而在于供品背后的发心与清净,即使是最贫穷的人,只要他供养的是属于自己的东西,即使是在简陋,他的供养也是有功德的。 这正如佛教故事中常说的,贫穷的婆罗门以一碗清水供佛,因其清净的发心,反而得到了比富贵之人供以金银财宝更大的功德。 同样,通过诈骗等不正当手段得到的东西,即便用于供佛,也是不如法的,佛教的戒律中明确规定不饮酒,这是为了保持信徒的清醒理智,避免因此而造业供佛之物。 应当是清净的,酒这种能使人迷失理智的饮品,自然是不适宜作为贡品的,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信众在供佛时都会选择清净的贡品,如水果。 鲜花、经书等,以此来表达对佛的虔诚和对佛理的尊重,例如,小李是一位佛学爱好者,他在供佛时总是选择新鲜的水果和香花,他认为这样不仅能净化心灵,也能更好地与佛沟通。 通过这样的实践,小李在佛学修行的道路上不断前进,他的内心也变得更加平和与慈悲。 总之,供佛应持清净心,以清净之物供佛,方能得到清净的功德,无论是在物质世界,还是在精神世界,清净都是我们应当追求的境界,脏的,腐烂变质的水果。 在佛教的修行之道中,供奉水果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表达,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净化,如同苹果、葡萄、桃子、李等水果,它们的外表光滑细腻,却容易沾染尘土和污垢,因此在供奉佛之前,我们必须将它们清洗干净。 这不仅是对佛的尊重,也是对我们内心世界的净化,我们供奉给佛陀的是一颗纯洁无瑕的心,清洗干净的水果,就像是我们的修行之心,应当是一尘不染的。 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不能敷衍了事,而应该怀揣耐心与虔诚,仔细地清洗每一片水果,每一次的擦拭都是对心灵的洗礼,每一次的变换都是对修行的感悟。 在佛学中,水果常常象征着因果,好的因方能接触好的果,这不仅是对自然界规律的描述,也是对人生哲理的阐释,因此,在供奉水果时,我们应当选择新鲜、完整、吉祥的水果,以象征我们修行的果位,表达我们对佛的虔诚和对生活的美好愿景。 例如,小王在供佛时总是选择最鲜艳、最完整的水果,他会在供桌前,静心清洗每一颗水果,每一个动作都充满敬意。 有一次,他发现供桌上的水果有些腐烂,他立刻更换了新鲜的水果,并且深刻地反省了自己。 认为,这不仅是对于佛的尊重,也是对自己修行的严谨态度,通过这样的实践,小王不仅在物质上供奉了水果,更在精神上净化了自己的心灵,他的修行因此更加精进,生活也变得更加和谐美好。 当我们选择供品时,供品的质量和数量不是很重要,只要你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我们可以尽可能选择质量好的供品。 然而,当我们供奉佛陀时,我们的心是最重要的,当我们供佛时,不应该有邪念的念头,在佛教中,供佛是一种修行的方式,它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奉献,更是精神上的净化和生发,正确发心供佛,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,清净无染。 供佛时,应当以一颗清净无染的心来进行,这意味着要放下私心杂念,不求回报,不图名利,纯粹出于对佛的敬仰和对修行的虔诚,慈悲为怀。 供佛时,应当发现利益一切众生,愿所有众生都能离苦得乐。 这是佛教的核心精神,在供佛的同时,心中默念祝福所有众生,扩展我们的慈悲心。 三,信号信号,虔诚恭敬,信号信号,供佛时,应当怀着虔诚和恭敬的心,这不仅是对佛的尊重。 也是对佛法的尊重,心中要有佛的形象,思维佛的功德,感恩佛的教导,发菩提心,供佛时,应当发菩提心,疾愿成佛的心,这意味着我们要以佛作为榜样,追求智慧和悲悯的完美结合,努力修行,利益众生,三伦体空。 这是佛教的高级修行境界,意味着在供佛时,能关照到供品的空性,供品,供者,供事都无我,都是缘起性空,这样可以避免执着和烦恼,依教奉行。 供佛时,应当遵循佛教的教义和戒律,以实际行动践行佛法,不仅仅是在供佛的时候,更是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 例如,在供佛时,你可以选择新鲜、干净、吉祥的水果、鲜花等供品,用心清洗和摆放,然后在供品前静心祈祷,发心愿所有众生都能离苦得乐,愿自己能够精进修行,利益他人。 同时,你也可以在供佛后进行念诵、禅修等修行活动,以实际行动体现供佛的真正意义,供佛的正确发心是修行的一部分。 它帮助我们培养慈悲、智慧和平等心,是通向觉悟之路的重要步骤。 佛教认为,若有众生,奉施饮食,得十种功德,一者的命,即寿命延长,二者得色,即身相圆满,三者得力。 即四之有力,四者获得安无爱便,五者得无所谓,六者无诸懈怠,为众敬仰,七者众人爱悦,八者巨大福报,九者命终生天,十者肃正涅槃。 我们供佛的目的是,为了得到功德和利益,供佛的功德和利益是你的发心和行为决定的,摆在佛前的供品只是起到表法的作用,若想获得功德和利益,供佛时一定要发善心。 并且要在今后的行为中,广众福田,断恶修缮,佛教的经书中,所蕴含的人生智慧和学问,以及对于人生的指导意义,远远不止以上的内容。 如果能够用心研读佛经,必定会活得更加通透,人生也会越来越顺利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。 咱们下期不见。